新秀是每支球隊的根基,交易自用兩相宜 是墊高球隊地板天花板的關鍵 但也認識不為人知的小檸檬新秀 嘿大家好,我是Chris 因觀眾要求,今天要介紹的是 2018年國際球員排名第13名 古巴右投手,投手Rarigas 介紹Rarigas之前,我要先說一下前情提要 2018年陽機送出左手牛Kerson-Sreef 與右手牛Gervani-Gallegos到紅去 交易來一雷手LukeVoyce,以及國際簽約金 在交易隔天,陽機中這筆錢 簽下來自古巴的Rarigas 他是當年國際新秀排名第13名的新秀 陽機用60萬美金與他簽約 當年新秀因疫情影響 目前只有Yaniel Cano與Marco Luciano上過大聯盟 非常的慘 2019年他開始他的職業生涯 2019年到2021年他都在新的聯盟中度過 初代數也不多 這三年他以重訓為主 加強自身的手臂與身體 避免受傷 2022年他首次登上1A 但僅出賽2.2局就被打爆 繳出0勝1敗防疫率16.88 被打擊率為4x29被震撼教育 但他也投出4次的三陣 展示出他的三陣潛力 2023年他總計在新的聯盟 1A與高階1A後援出賽25場 37.1局中繳出53次三陣以及20次的保送 且被打擊率也改善不少僅為2x03 但在1A的控球出問題導致他送出過多的保送 讓他在1A的成績不太理想 防疫率與WHIP值都爆炸 今年Ralriguez一樣從1A出發 目前出賽2場 5局繳出防疫率3.60 以及643陣的成績 Ralriguez新秀報告中指出 他擁有相當強壯的身體 應該能夠提供先發投手所趨的耐力 並在16歲的時候就能將球投到97英里了 評價高達65的速球是他的主要武器 加上不錯的滑球與直插球讓他受到球探的矚目 進入職業後因疫情2020年的賽季直接消失 但他也多練了曲球這顆星球重 目前他還在1A磨練控球 年僅22歲的他還是有機會修好控球登上大聯盟的 但天花板就不高啦 頂多就是副局後援 那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 感謝各位的觀看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有想要聽的棒球大小事都可以跟我們說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大家掰掰